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 大家好,我是塞博净土 这个事儿发生在新国军 这个新国在今天的湖北阳兴县 军是宋朝的行政区划 这个地方的私理院判决了一个犯人死刑 而且是凌迟 由一个叫李震的狱卒来行刑 这个罪犯跟李震说 我是罪有应得 不过,请你在行刑时 不要砍断我的手 否则将对你加不利 李震不听他的 等到了市中心的刑场 李震偏偏就要先把这犯人的双手砍断 还对他说 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过了两天 李震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两个手腕一下 就像被砍掉了一样 点赞评论关注一下吧 您的鼓励是我更新的动力